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 谢谢 快让我瞧瞧 你这回了趟国 好像皮肤也变差了 头发也干枯了 什么 然后这发质 我现在已经不忍直视了 这让我这主食界的时尚教主 都不忍直视你这副模样了 看来肯定是北方的 大规模的雾霾天气惹的货 这真是几天不见如隔三秋 这脸上都千勾万赫 多少条褶子了 人家这回来都说点吉利话 你说我这刚回来你就损我 就黑我 这真是太不地道了 这不是太久没读舌了吗 难得说两句 你说说 不过这被网友吐槽的深化危机 雾霾我倒是没见到 但是这一上网就看到 这批天盖地的消息 据报道说 这眼下频频发生的雾霾天气 就是这元凶之一的 PM2.5闹的 PM2.5嘛 现在正在征集中文名呢 好家伙 这影响力可大着呢 坊间传闻说 因为这大雾 清华都改孝训了 你听没听说过呀 这消息我还真没听说过 最近光顾着看奥斯卡了 哎呀 这是太孤陋寡闻了 厚德载雾的雾啊 都变成了雾霾的雾了 自强不息的息啊 也成了呼吸的息 你快说说 这周文名 你有没有什么好建议啊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不过这要是按照咱央视的习惯 应该改成叫PM2.5吧 听着还挺顺口的 要不咱更官方点 那就是什么幸福颗粒指数 看网友起的名字呀 那真是千奇百怪 什么都有 什么北京制可物啊 独城啊 下午两点半 北京灰 小二百五 我觉得吧 专家可能是想把PM2.5 当做宠物养了 哎呦 你这真会开玩笑 这网友啊 也是真是有才 虽然啊 咱中国话确实是越来越流行了 可是我真心不知道 为啥要给这粉尘起个中文名 难道这就变成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颗粒了 我说呀 这相关部门 你们可真得瞪起点眼来 总不能让为人民服务的口号 变成为人民服务吧 哎呀 这真是太搞笑了 这说完了大自然赐予我们的折磨呢 我们再来说说 这痛苦不忍之事的自我折磨 最近啊就有一组矫正O型腿的照片爆红网络 怎一个血腥暴力众口了得啊 看得我真是蛋疼不已 莫斯科都下出眼泪来喽 什么 这还真是啊 这真是连美 要美连命都活上了 看啊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照片 这个姑娘啊为了矫正O型腿做了个手术 每天呢拿着扳手把钉子钉在这个骨头里头 这个罗斯啊每天还得转它三圈 每次脸扭七毫米进去 这是变形金刚吗 怎么看起来这么恐怖 真是 还左三圈右三圈呢 而且啊这三个月之后 再把这骨头和肉长在一起的钉子拔出来 我的老天啊 这还真是把自己当作多功能电源插板了 想插就插 想拔就拔 好吧 哎 你们女人这爱美的天性啊 真是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这可真是见证了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呃 女人嘛 我看啊 这堪比扎子东的酷刑了 当真是现代版的刘霍兰 你们这些男人啊 也就是表面假强悍 毛主席说的好啊 都是纸老虎 快看看啊 这些玲珑剔透心的女人们 虽然外表很柔弱 可是啊 小主们为了美 可是能上天 能入地 能受成真别儿 也能受成金针菇的铁娘子 真是厉害啊 这才是能屈能伸 宇宙超级无敌 美少女 纯爷们儿 看来真是 这纯爷们儿都要抢占世界半边天了 好吧好吧 真是服了你们这些花钱找罪受的小主们 阿弥陀佛 在这个折磨法 真是让人操老多行了 可让我们情何以堪呀 好吧 说完了这自我折磨 咱再来说一说 这被受压迫的群体 诶 那咱这今天的话题可都是被虐呀 我怎么觉得咱这节目越来越重口味了呢 这才是当今最流行的话题嘛 来看一看你这思想极端不纯洁 让我来教育教育你 别装了老大 大家都是现代智人半斤八两好不好 这闲话不多说 这让我们啊 下面这条新闻 其实呢就是浙江最近啊 有一个走红的新闻 一个领导啊 都用下面的九名下属 九名哦 为他的宝贝女儿做作业的这么一则新闻 诶 等等等 这这新西浪还真的 容我消化一下啊 这领导怎么样让他的下属 帮自己的女儿做作业 诶 你先慢慢琢磨着 让我啊 先跟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情况 再听听啊 你边喷边消化 又有我机会去毒舌的了 说的对 这就是啊 浙江某单位的员工啊 在网上抱怨 说这领导上班第一天 居然啊 要帮领导的女儿做寒假作业 以前也就是什么 小学的奥数题啊 做个小模型啊 两个人啊 加个班也就能搞定了 这次啊 这九名员工可是都分了工了 一个人拍照 一个人写作业 一个人呢 制作视频 还有一个负责宣传 哎呀 五个人啊 每个人都面面俱到 都有分工 其中啊 还有一个统筹 还有司机 可以协调外出取景 哇塞 这个团队真是太专业了 有没有 都可以直接去赶上一个 咱电视台的团队了 就是啊 这九个人啊 熬了两天两夜 才给完工哦 我真的想说 这才是赤裸裸的拼爹时代 可是不知道这该学的技能没学到 是不是就是坑爹了呢 说实话呀 我以前也看到过啊 这小学作业 哎呀还真是 不是一班二班的难 就是咱大学生啊 拉出去都不一定会做 问题啊 极其的刁钻 晦色 偏门 是啊 很难很难 是我认为啊 跟微积分一样 学了打死一辈子都用不到的知识 比如说啊 这网友就分享了一个 哎 我们来看图片 问题是啊 方方的爸爸手机号是 139-864-4450 问这个号码是哪个通信公司的 天哪 这简直是学通信工程的脑筋极转玩啊 或者他家还可能是什么 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的赞助商呢 就是啊 小学生知道这个有什么用呢 真的不知道这个老师是什么个奇葩思路 是啊 那可真是怎么办 不过这个问题的背后啊 也折现出了好多的现象 你说的对 但本主播刚才细细想来 真是千丝万缕 毫无头绪啊 不过这个思绪万千 这个呢 各种二代的兴起 让各种滥用职权 也是发挥到了极致 悲哀 真是悲哀 这沉重的升学压力 和复杂的后黑环境 让我们祖国的小花朵们 在狂风暴雨中 努力地坚挺着 就是不知道 他们以后用着稚嫩的空心小树枝 怎么样挑起我们天朝的脊梁呢 那说了这么多 让我们稍事休息 广告回来 我们精彩继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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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